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還有再說所有年輕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現在應該是下午了對不對 如果一樣剛剛採集的分享 就是在最後面用時間來算 我應該還沒有到八點 應該是還沒有 但是呢 真的我可能 以年紀來說是在各位的序長的幾歲 剛好在序長幾歲過程當中 在我人生經驗 有幾個階段 那我很開心看到這麼多年輕的朋友 可以在這樣一個場合裡面 來聽很多的分享 因為我在大學時期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可以去到外面去聽不同人的分享 我很愛聽演講 甚至會抄很多筆記 然後會把筆記裡面的內容 就把它背起來 然後把它變成 人生的左右名記在腦袋裡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 他就像是一本書 對嗎 你看到人生經驗 你就少走一條錯誤的路 那我也有一些經理 然後之前我曾經很多機會去大陸 去分享跟演講 那我面對的都是一些小朋友 大概從九歲到二十二歲 這個大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人群很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在這些小朋友裡面 有一個年紀只有九歲 各位九歲是 人生什麼階段 小學對吧 你知道嗎 他在台上 他是這樣 挺著一個大步子 各位 江明 各位老師 各位所有的家長 大家好 九歲啊 九歲你知道嗎 九歲我還在堆殺堆啊 他已經站在台上可以演講 他不只演講得很好 那個氣勢營造出來 今天各位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環境保育 從你的身邊做起 哇塞 我在底下聽的是 覺得太厲害了 大陸的這些孩子們 這些小朋友們 但是很厲害 所以 各位 我們還年輕的嗎 多一點的機會 讓自己有機會 站在台上也好 在底下做 聽人家分享也好 多多讓自己在大學四年來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的接觸 OK馬上進到我們的正題 OK 這張圖呢是這樣子的 我在畢業之後 接觸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一家電子商務公司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PayEasy 有嗎 在我那個年代 他還蠻厲害的 那 我在裡面做的是 業務的工作 也就是說 每一天呢 要去拜訪 可能是這個全台灣百大的企業 什麼 鴻海啊 台達電啊 連發科啊 那去 談什麼 談生意 那每一次就可能數十萬啊 數百萬的金額流動 那我 其實我個人是這樣 我蠻有業務特質的 所以我服務得很好 那為公司期待 一點點的收入 還不錯 但是呢 我記得有一次 很悶啊 心中很悶 這張圖是我畫的 我就畫什麼呢 這是我辦公室 我就覺得 我坐在一個辦公室的牢籠裡 各位你知道嗎 感覺有沒有像 每一個人在一個位子 一個窟窿裡 如果你有機會去大公司工作 你有可能這樣 你有一個小小私密的座位 但是如果你的心跟我一樣 你就會像這樣 想逃走 想要挖地道逃走 因為我發現一件事情 在我大學的時候呢 我曾經立定志向 我要告訴我自己 我要做一個有用的人 什麼叫做有用的人 我要對得起我自己 我有一個夢想 我要實踐 因為我學的是藝術 我學的是設計 我從台灣藝術大學 畢業出來 然後我想 這個設計能力 一定對這個社會有幫助 所以怎麼樣運用藝術 商業這些東西呢 去做結合 但是我現在卻在這個地方 嗯 不大推進 我記得 那一天啊 我畫完這張圖之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 不對 我要開始離開這個地方 我要尋找我下一個 可以 算是實踐我自己 生命價值的地方 於是呢 我就開始做很多功課 接下來呢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在網路上 常常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會不會看到很多新的議題 大的議題 比如說 比如說 氣候變遷 對不對 人口老化 對不對 或者是在非洲 某個地區沒有電 甚至非洲地區 很多孩子生出來 很早就夭折 對吧 這些都是大議題 請問大議題啊 要怎麼解決 大議題就需要大創意來解決 這樣對嗎 對吧 我這樣講沒有錯 需要大的創意 什麼叫做大的創意 各位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例子 舉例來說 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她剛大學畢業出來之後 她去非洲玩了一下 她去非洲玩發現 唉唷 為什麼這非洲的這個村落裡面 這個早養率這麼高 就孩子生出來 然後都 就是馬上就有夭折了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保溫器 各位你對保溫器有概念嗎 就生出來小朋友要放保溫器 對不對 要不然會失溫 沒錢買 沒錢去醫院 於是怎麼辦 她發現了這個大議題 想出了一個大的創意 就是她發明了一個所謂的 保溫袋 成本非常低 用袋狀 不用箱子 也不用進醫院 成本大概只有100塊美金 的這樣的成本而已 她就解決了這樣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就在想 在我人生當中 我一定要去想一個 甚至是想一種生態模式 就是想一種系統 讓我可以去面對到這些大議題 甚至是解決出這些議題 產生出大創意 所以如果觀察幾件事情 請問要怎麼樣才有辦法 去解決大的創意 產生出大的創意 跟解決大的問題 第一個 空間 我一直在尋找空間 因為呢 我不相信一件事情 叫做 好的創意 不可能是LINE 我今天跟你LINE LINE來LINE去 然後九情的創意出現 不可能 不會有 為什麼呢 因為人一定要面對面 這樣聊天 直筆 想一想 聊一聊 見面才會有火花出現 OK 所以我就在想 這個空間一定要有 請問空間要找在哪裡 於是呢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唉唷 這個地方太棒了 就是剛剛 猶如主持人說的 我們空間在大稻城 大稻城這個地方 各位了解 或熟悉嗎 有人去過大稻城嗎 迪化街 去過 有沒有 真的很了解 迪化街或大稻城 沒有對不對 沒關係 下次如果你來我空間 我帶你們去 迪化街大稻城這個地方 很特別 它是一個台北很古老的一個地方 它算是歷史記憶非常深厚的一個地方 它承載了很多大台北人古往 古往經來的很多記憶 包含它以前在日據時期 它也是一個所謂的民族思維 發想的一個重鎮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的歷史文化性是太好了 完完全全符合你要發展文化 你要發展創意 你要產生交流的這樣一個空間 我就在那邊開始找空間 而且它還符合第二件事情 一個空間它不能只是漂漂亮亮的 它不能只是有歷史味道的 它必須要座落在一個 它有一個潛力 什麼潛力呢 叫做 創意俱落的潛力 什麼意思 如果您有機會可以去迪化街走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地方開始蓬勃發展起來 很多不同的小創意小單位 在迪化街上語厚純純 不知道您有沒有用過一個手機的APP 叫做Evernote 有人有用嗎 或者您有聽過的聽說 OK 謝謝 Evernote它的辦公室就在迪化街 所以我們其實 我就是看中這樣的一個方向 迪化街它有機會成為一個新的聚落 然後我一直很相信的是 做創意做創意 它沒有辦法只有在一個空間裡面做 它必須要走出去 跟街坊鄰居交流 所以呢 街坊鄰居 這一間 它是一個小小的鑑馬店 雜貨店 各位你可能沒有這種經驗 因為我們在都市裡生活久 小時候呢 我在高雄長大 跟媽講的記憶真的太棒了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地方都是小朋友們啊 劇情在哪裡 甚至是大人們在那邊談話 交流情報的地方 像這間呢 就在我們辦公室 旁邊這麼走路三分鐘就到 一個路口 裡面的老太太呢 每次走進去就是這樣 欸 阿嬤 你好 她就很熱情的會跟你招手 然後打招呼 每一次呢 要買東西啊 我們幾乎都不會去全家買 為什麼 你要支持她嗎 有一句話不是這樣講 朱田老師 各位有聽過嗎 她說了 You buy with what you vote 就是你買了 代表說你投了她的飲料 所以讓她生存下去 就是我們很重要的責任 我們都會跟她買東西 這裡面呢 就很多交流的情況 欸 那個房子要出租了 你有想要 你趕快去 欸 那個 這個學校裡面好了 產生了哪些事情 什麼什麼政策 都會在這個喇喇罵裡面 就聽到這些消息 所以是很有人情味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所以空間很重要 它需要坐落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第二個 叫做社群 喔 大創意它需要社群 什麼叫做社群呢 一個好的創意 它不可能只有 兩三個 四五個 五六個 平面設計師 商業設計師 商業設計師 組合起來 替你去解決的 為什麼 如果您有仔細看一下Google 各位 你有聽過Google的實驗室嗎 有沒有用過Google Map Google Map就是Google實驗室裡面研發出來 Google這個實驗室很酷 這個實驗室裡面是各式各樣的人才都有 包括你有聽過了什麼工程師啦 設計師啦 玩機器人的啦 心理學家 社會學家 不同領域的人都在那個實驗室 那這群人就是這樣 跨領域的方向拿來合作 而且是玩在創意裡面 所以這個社群很重要 我們希望在空間裡面 產生不同性質 那生態圈很豐富的一個樣子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部分 除了跨領域這件事情 它是大創意催生的可能性 還有 這個創意它如果能降低到 讓使用者可以一起來參與 那這個大創意它更可以被實現 而且是被市場給期待 所以這是我們的期待一個方向 第三件事情 各位你有聽過設計思考嗎 有聽過設計思考的請舉手 好 謝謝 設計思考它其實是一個 設計師的思考方式 那這個設計思考呢 其實是在美國它是IPEO 這家著名的設計公司提出來 然後在Stanford大學 它會發揚光大 發揚光大 然後到世界各地 現在很流行 那為什麼要講設計思考呢 因為設計思考不是只有面對設計 我一直在強調設計這件事情 它不是只有解決我們所謂的 裝飾設計啦 瓶子設計啦 或燈光設計 不是只有這樣 甚至如果你心裡有問題 甚至組織規章有問題 它都是一種設計的一種方向 所以這個Stanford大學他們就在提倡 你用設計師的思考來解決任何問題 所以再讓我們重複一次 一個好的創意 你要產生出Something Big Idea 它必須要三個東西 空間 它要有社群 它還要有設計思考 所以有方法 有空間 還有一群怪咖 所以這也是我們邊境實驗室 它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然後呢我就決定要成立一個東西 叫做共同工作空間 等一下再講一下 我們不叫共同工作空間 我們叫另外一個名字 我們空間的名字呢 叫做Boulder Labs 這個名字呢 邊境實驗室 邊境的 我不知道對各位的意涵是什麼 邊境對我的意涵是這樣 它是一種位置 它是一種可能性的冒險 它是一種潛在的危險 甚至有一點點不安全感 但是它那邊卻充滿了很多機會 跟位置的解答 那就是邊境實驗室很核心的精神 甚至我們人生當中 是不是有很多經驗 它需要被跨越 所以在我們這邊 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跨越自身經驗的邊境 就會發現新的世界 這是邊境實驗室 也很核心的精神 那為什麼叫實驗室 我剛剛提到了 我們希望玩在一起 跟好像實驗人員一樣 在裡面玩床 所以我們不叫 co-working space 我們叫co-creating space 我們希望有別於一般共同工作空間 大家的疏離感 我們希望產生更多的連結 凝聚 把不同團隊 在裡面可以產生很多的交流 甚至案子上面的往來也好 研發新的專案也好 然後在裡面產生新的可能性 這是我們空間的照片 它是一個很有味道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每個禮拜三 基本上都會在大高城 碼頭做路跑夜跑 為什麼 因為設計師很需要運動 尤其是創業的 沒有時間運動對不對 我相信各位同學 你現在也有運動習慣 你可能住了社會之後 你會很忙 但是你保持運動的習慣 如果可以的話每天晚上 每週晚上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一起路跑 接下來呢 這個是我們最新的比較 新的專案之一 它就是十的三次方 我們邀請十位夥伴 我們有固定的時間 十位夥伴免費來我們空間 跟我們一起工作 跟我們一起體驗 什麼叫做跟一群豐富在一起 那這個呢 是我們在9月29號的時候 也就是下禮拜 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二 我們會在空間裡面辦讀書會 這個讀書會很特別 跟以往我們所認知的讀書會不一樣 我們分兩階段讀自己的書 但是我們後來會有個分享會 邀請大家來分享你閱讀到的東西 OK 好 最後一分鐘 幾個部分 如果你是這幾個課子的人 第一個 人類學家 什麼人類學家 你能發現人真正的他們需求是什麼 我說了設計在解決潛在的議題 對嗎 人的需求就是潛在的議題 好第二個部分 實驗家 你有實驗精神嗎 甚至是異花授粉的人 異花授粉是什麼意思 你能帶跨領域的經驗 然後去結合新的東西 比如說你有出國的經驗 你有哪邊哪邊的經驗 但是卻可以融合成新的idea 跨欄運動員他是幹嘛的呢 就是你知道很多阻礙 但是你會研發出很多方法跨破這個阻礙 共同合夥人 你能聚集很多不同領域的人在一起 而且你能有效的連接他們 第六個 導演 你不只能連接這群人 你甚至可以激發他們的潛力 體驗建築師 你有很棒的體驗的經驗 可以交給你的客戶 你可以設計出一個很棒的體驗空間 舞台設計師 你可以針對空間裡面的擺設 你可以怎麼去營造那個氣氛 看護人 你不只是照顧別人 甚至是照顧人家的心 你可以預知別人的需求 最後一個說故事的 你知道人們喜歡聽故事 你怎麼編故事 最後一張 這是我在都然的經驗 各位想像一下 你前面是太平洋 你的後面是都然的山脈 你的上方就像這樣 滿天的星空 我想講的是 為什麼星星 平常我們在都市看不見 因為它被光害擋住 但是它存不存在 它存在 各位 您的心裡的那個真實的聲音 它也是存在 只是平時被我們給掩埋 而你不願意發現而已 每一個路 每一個歷程 它都是有意義的 在這邊謝謝大家 後面之 謝謝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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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